清朝康熙二十七年 位高权重的纳兰明珠 遭御史举报有贪污之过 他被打入大牢再行处置 形势如此紧张 纳兰明珠竟然还自曝谋反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让人更为惊讶的是 疑心病急重的康熙皇帝 知道消息后却选择从经发落 这其中有何缘由 今天我带大家走进这段故事 纳兰明珠是满清贵族 出身满洲八旗上三旗中的正皇旗 他原本呢 是叶赫布统领金吉台的孙子 金吉台死在诺尔哈赤的大军中 纳兰明珠的父亲 为了让部落存活下去 投降诺尔哈赤 这里呢 还要讲个重要人物 纳兰明珠的祖父金吉台的妹妹 他成为了诺尔哈赤的嫔妃 之后 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黄太吉 而黄太吉的孙子 便是康熙皇帝玄业 延续到纳兰明珠这一代 他的妹妹效仿姑姑也进了皇宫 成为了康熙宠爱的惠妃 也就是说 纳兰明珠是皇亲国旗 和康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看到这里 不少看官肯定已经预料到 纳兰明珠入世之路很好走 也确实如此 他年龄还小的时候呢 就入宫有模有样的当即侍卫 凭借着家庭荣宠一步步升职 学士上书等高位 统统轻松拿下 后来家族要给他找对象 纳兰明珠取了清朝开国名将 也就是英亲王阿纪格的女儿 如此一来 他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在朝堂有一定势力 那么 康熙对纳兰明珠抱有什么态度呢 用四个字来形容 大喜过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当时出现的太及时了 那个时候 康熙皇帝面临诸多压力 比如 朝廷里耀武扬威的敖拜 或者地方上的三番 分别是云南平夕王吴三桂 广东平南王尚科喜 以及福建静南王耿京中 他们曾是明朝详将 清朝入驻中原时 立下了不少功劳 虽说劳苦功高 却有着熊熊野心 犹如一把利剑 圈在康熙的头上 再加上 有不少臣服清朝的国家 心中也怀有不满之意 时刻观望蠢蠢欲动 此时坐在龙位上的康熙 急需一个得力助手 而纳兰明珠就是最佳人选 要出身有出身 要头脑有头脑 最重要的是呢 他是康熙的表姑父 双方有着血清关系 这样的人加以重用 安心且放心 那么纳兰明珠是否不负康熙所望呢 想在清朝闯出一番名堂 诸位看官 得学学大臣纳兰明珠 康熙掌管国家大事的第一年 把苗头对准敖拜和三番 待勤处敖拜后 他对三番的忍耐到达临界点 康熙犹豫走财车的路 还是斩草出根 最终选择较为保险的方案 直接亮起屠刀除掉三番 否则极有可能多生事端 吴三贵嗅到不安的气息 他想要试探康熙的态度 主动请求撤翻 康熙接到消息后 上朝询问大臣意见 在朝堂中说话有分量的索额图 是反对意见 他认为不是撤翻的好时候 主动安抚吴三贵才是上上之策 那蓝明珠抬抬抬眼皮 他早就看出康熙心里的小九九 不慌不忙地站出来弯腰行礼 一连坚决地请求康熙扯翻 康熙表面装作深思的样子 内心恨不得给那蓝明珠鼓掌 他知道自己没看错这位表姑爷 有了重用之心 提拔那蓝明珠 做了五英殿大学士 后来那蓝明珠在收复台湾 和抗击沙俄等重大事件中 献上计策 让康熙皇位做得更加稳当 然而呢 此时刚在康熙面前获得信任的他 虽说在朝堂的影响力加大 却不及索额图 这位重臣七年前 便当上宝盒殿学士 换句话来说 他得叫索额图一生前辈 那蓝明珠怎会愿意 扶手作小 天天想着怎么把索额图拖下马 申巴索额图这个人呢 他的出身比纳蓝明珠更高 其父是大清国的开国勋臣 辅佐康熙足足六年 是康熙初年四大辅政之首 其侄女是如今皇太子的生母 也就是说索额图是太子爷 印人的旧父 如此一来 他也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 加上索额图自身在很早之前 就成为康熙的心腹大臣 有着诸多党羽 在朝堂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犹如一座泰山 纳蓝明珠作为后来者 是否斗得过这座泰山呢 这他得感谢装老好人的康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诸位抗官想想 康熙是九五之尊 他对朝堂的势力了如指掌 面对索额图这般威胁到 他地位的重臣 自然是心生忌惮的 康熙认为 平衡各方势力 皇位才做得安稳 于是坐商观虎斗 看着纳蓝明珠 找各种理由拍起索额图 最后索额图被逼得因病辞职 康熙知道时机到了 他连忙说些安抚索额图的话 继续任用对方 不过索额图再也没有进入内阁 也就是朝堂核心 纳蓝明珠这边呢 已经成为内阁大哥 掌握朝堂诸多权力 他能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 从七品小官一跃成为朝堂众臣 纳蓝明珠自身绝非等贤之辈 为人处事简直是一决 极会讨康熙的欢心 两位心腹大臣名争暗斗 康熙站哪一边呢 各位看官随我来 细品纳蓝明珠和索额图 为权力爆发斗争最激烈的几年 当时康熙立了索额图的外甥 黄二子印仍当黄太子 纳蓝明珠觉得自家外甥 黄长子印提才有资格 他和索额图为水座黄太子 彻底撕破脸皮 双方党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 看戏的康熙这时候坐不住了 他知道再这么下去 国家根基会毁于一旦 自来讲去决定收拾其中一个人 收拾谁呢 纳蓝明珠成了被他放弃的倒霉蛋 于是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那么他真的贪污了吗 确实是事实 纳蓝明珠家里付的流油 比如有人想入朝为官 只要多奉承讨好他 当官的机会就来了 就更别提从其他方面捞得油水 所以也怪不得康熙能抓住把柄 不过纳蓝明珠不甘心 他知晓康熙是为了顾全大局 才朝自己动手的 坐在牢狱的他 看向一旁呼闪的烛火 当即有了主意 他要给自己戴上谋反的帽子 要知道谋反可不是简单 真查起来 别说是纳蓝明珠是否真的会被砍头 一大批官员肯定会被牵连其中 如此一来 朝堂定动荡不安 到时候搞得人心惶惶 最吃亏的还是关押纳蓝明珠的康熙 其实呢 纳蓝明珠这么做 也是在跟索额图传达一个讯息 我纳蓝明珠失事又如何 本官要跟你硬刚到底 索额图这边呢 他都被纳蓝明珠这波操作气笑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非要跟我硬碰硬 老夫会怕你这牛犊子 他当即拉着占自己一派的官员 以联名上书的方式 整治纳蓝明珠谋反之罪 康熙心里苦不堪言 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为了牵制索额图在朝堂的势力 他对纳蓝明珠从轻发落 割取他大学士职位 依旧让他呢 在自己身边做官 真是不得不感叹 纳蓝明珠这招用的真是高明 尤其是了解康熙的心思 难怪他能在朝堂 足足站稳二十个年头 最终还得以善终 不过就算纳蓝明珠心思再缜密 懂得皇帝想法 斗得过前辈索额图 面对这个女人 也只有哑巴吃黄连的份了 有一天呢 纳蓝明珠暗中派人到苏行地区 找了诸多书香门底的汉族子女 打算训练一段时间 让他们冒充满族秀女 进攻俯使康熙 俗话说得好 天下没有捕头风的墙 这件事呢 被他的记事发现了 纳蓝明珠这个老婆可不好惹 他心生醋意 背地里把好几个长得妖艳的女子 毒死 纳蓝明珠发现后 觉得极为可惜 可他呢 又畏惧老婆 便把其他女子全部打发了回去 康熙在委期间 纳蓝明珠和索额图大打出手 明争暗斗中 明显纳蓝明珠更胜一筹 除了他有聪明的头脑外 最重要的是 董康熙心思 这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这是其他官员 无法学到的一点 然而 他再位高权重 也拒内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